王浩大哥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路康的反弹 他反弹的当然是台美关系的紧密化 而且以今年的选战来讲 中国大陆也试图干扰台湾内部的政局跟资讯 同样的美国也打台湾牌 你怎么看 对 我昨天有提过 李大为跟Burton的会面 是40年来第一次 在这之前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 当时的国安会秘书长曾经有去过美国 但是会谈的对象是美国国家安全副手 顾问的副手 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这个层面上 这是40年来第一次 所以是很重要的一个会面 那么中国外交部也提了反对意见 不过他这个反对 似乎跟以前几千次的反对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我觉得也不需要太在意 不过我还是比较想再谈一下 中美贸易战这一个大局 对鸿海股价的影响 我顺便先给郭董建议一下 他实际上有一句口号 可以把80万鸿海股民变成他的锅粉 就是郭台铭当总统 鸿海股价250 他上次说200块要退休 250比较好听 你不要来台湾住两年都学坏 郭台铭当总统鸿海股价250 这个大家抱着信心 股价从70涨到250的话 大家这个80万股民都可以做他的锅粉 都可以发大财 这个就一定就是这个80万的铁票 就到手了 那为什么这个鸿海股价 最近这一段时间跌得这么厉害 而且为什么他这两天在脸书上提出 这个中共应对中美贸易战提出六吻 但是郭台铭说我要加第七个吻 就是吻台商 吻台商就是不要让台商跑了 要台商继续留在中国 帮助中国的产业升级 达到两岸双赢 所以他说如果他当总统 就是要让台商稳在中国 可以达到两岸双赢 那这个问题如果大家仔细看 最近今天有一个新的新闻 就是高通 他们明确公开承认 他们现在停止向华为提供晶片 那这个东西实际上对鸿海打击很大 为什么呢 如果大家仔细分析一下鸿海的财报 鸿海一年销售将近五兆台币 这个五兆台币里面有50%是跟苹果有关的 将近10%是跟华为有关的 也就是说苹果和华为这两家占了 鸿海的销售的60% 那现在这两家都出问题了 所以鸿海今年的业绩可能大受伤害 而这个还建立在川普还没有杀25%下去 川普如果再杀25%的关税 鸿海的出货量跟营业额跟这个最后的盈利 可能还会受伤 我甚至觉得今年下半年鸿海整个盈利有可能变成负数 为什么 大家看这个六月中川普要决定对最后的3000亿美金 要不要杀这个25%的关税 而这个3000亿美金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跟 智慧手机 平板电脑有关系 是跟这个苹果的手机和平板电脑有关系 那么这个苹果的手机和平板电脑 其中绝大部分是鸿海 富士康在中国是他们生产的 虽然说郭董这两年有搬了一些生产线到印度 但是那个印度的生产线只是生产了 比较旧的iPhone手机是卖在印度国内的 而出口到美国的苹果手机和苹果的平板电脑 还都是在中国大陆生产的 主要郑州也好 深圳也好 成都也好 那这个是占整个这个鸿海销售将近50% 如果这个50%被美国扣了25%的关税的话 那苹果只有两种选择 一种它终端加价 大概一只手机要加100美金 一种它在整个整个这个产业链里面压价 就要这个 工运商砍价 鸿海集团你要给我吞一下50块钱去 那你然后郭董又在往他的这个供应商去吞 去压价 另外一种就是鸿海测单 让这个 和硕在印尼帮他生产 或者是这个广达在越南帮他生产 然后这两天外电新闻追踪 和硕确定离开中国 然后印度印尼台湾 他有不同的单位跟业务部门 他会放 以苹果的桌上型电脑来讲 以后比较简单的组装 很有可能是印尼跟印度 这个是和硕的布局 那库克也不是吃素的 库克可能就会增加和硕的订单 在一模一样的出货量 假设我这个quarter 假设我要出比方说1000万台好了 我以前假设给和硕300万台三成好了 我以后可能给他400万台500万台 增加和硕的出货量的比重 然后降低富士康的比重 因为一定要降低 因为富士康现在的整个布局 因为你知道整个问题出在哪里 因为郭董他是完全在中国被套牢了 而且他非常的坚信 过去12个月来 他认为中美贸易战很快会结束 而且他的整个战略 就是要帮助中国产业升级 你没看他初选总统一个多月来 在任何场合他都说这句话 我们要努力达到三盈 其中一盈就是帮助中国产业升级 所以他过去12个月以来 他不光没有把他的生产线大量的外移 而且他对中国投入了更大的资源 你比方说我举三个例子 第一去年6月份工业联付在上海上市 融了这个200多亿人民币 第二他这个去年8月份跟珠海签协议 要投资90亿美金造芯片厂 做半导体 第三他通过群唱声操和广州的面板厂 大量在中国要制造面板 这个要把声操弄上市 所以他实际上过去一年 没有真正的布局把鸿海的产业链移出中国 反而是更多的向中国投资 而且反而是努力的要帮助所谓中国产业升级 就在其他人陆续离开中国 降低中国的投资比重的时候 郭台铭加码中国增加中国投资比重 郭台铭一个人跟其他电子五哥对坐 所以对坐完之后 其他电子五哥有四哥搬工厂回台湾 或者到印度、越南跟印尼 然而郭台铭就回台湾选总统了 所以这是郭台铭的豪赌 对 因为不光是这一个路线 他坚决不搬生产线 而且他通过选总统 他说他要说服台商留在中国 通通不准走 大家都不许走 大家要稳台商 这是他的竞选口号 稳台商 稳什么 把台商稳住在中国 这是他的竞选口号 那下面一个问题来了 他第二大客户是华为 华为占他整个销售10%左右 而是他最大的增长的 速度客户量增长最厉害的 那现在大家都知道 Android也好 Google啊 这个高刚今天Qualcomm啊 所有这些对华为下半年的出货 会有巨大的影响 所以富士康的出货量也会受伤 那我一下这个 哇大哥 这几天这个美国的追杀令 是很明确的 上个礼拜我们给观众朋友看 伊朗禁运第三刀 杀了13家中国企业 那昨天晚上 美国商务部公布了8间台湾的业者上清单 那美国人一直在打这一场科技战的对决 可是也一直在杀鸡锦 你怎么看 对这个昨天晚上公布的这个名单上第一家就是华为在台湾的代理商嘛 对叫讯威科技 所以这家公司在台湾业务量很大 因为华为在台湾的产品销售的也很多嘛 然后他在台湾的采购也很多 然后他在台湾也有运作嘛 也有公司雇了很多人嘛 所以现在美国要对这家公司做禁运 做这个上了黑名单的话 那台湾很多公司跟这家公司是有业务往来的嘛 都会被打断 都会被打断嘛 我刚才有说了 红海是跟这个华为的关系非常密切嘛 红海的营收中间将近有10%是跟华为有关的 那大家知道这个自从美国商务部把华为放上黑名单以后 已经有许许多多的美国企业 也包括英国的ARM 这个都说他要对华为采取措施了嘛 不跟华为往来了 所以现在红海怎么办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嘛 那这个我上一集有提到 我稍微再补几句关于红海的情况 你把他那个股价拿出来 我们再谈一下 就是说红海他有两个本质上的问题 为什么郭台铭这一年多 对中美贸易战的看法有这么大的错误 第一个就是说红海他的整个资产和他的主要的运作 扎根中国 他实际上要跑是很困难的嘛 那第二个呢 就是他个人战略判断 一直是认为中美贸易战很快会结束 中国这个产业升级工业2025会实现 所以他的目标就是要帮助中国实现这个产业升级嘛 那问题是红海他有两个很大的这个 薄弱团结 就第一他的整个企业的净利润率非常之低 虽然他的销售额很大 超过五兆台币 但是他的纯利润非常之少 大概只有2.5%的净利润嘛 那如果美国这个3000亿新的美金 这个25%关税砍下去 把苹果的关税一下子砍下去的话 那华为的2.5%的净利润率很可能会变成零 红海的2.5%的净利润率 红海的2.5%的净利润率很可能变成零 因为红海的销售额 营业额中间有50%是跟苹果有关系的 对 这是第一个 还有10%是跟华为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他的销售额里面 60%现在都受到威胁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红海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的资产负债表里面的负债 他大概有3.4兆台币的总资产 但是他有2.2兆台币的负债 65%的负债 但是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这个2.2兆的负债里面 有2兆 90%都是流动负债 也就是说是短期负债 绝大多数是红海欠他的供货商的欠款 就是他的整个运作实际上 这个借银行的钱是不多的 他大量的是借他的供货商的钱 就是供货商你先跟我货 然后我过6个月以后再还你 那么这种运作状况是说 你在一个很确定的 很常规的经营和运作的环境下 你可以这样做 但是现在苹果和华为的订单 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这种情况下 你会发觉他的整个经营的现金流和存货 会发生很大的不确定性 那这样一来的话 他下游的供货商就很不确定了 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这个货到底要不要供 你的欠款什么时候还 整个这个现金流会发生很大的问题 这个对他的整个运作是非常大的风险 非常大的风险 所以我自己看法 虽然说我不分析这个股票技术图什么的 我觉得鸿海的股价还是有很大的风险 所以这种情况下 郭董就只能说他只有当了总统股价 才能回到250 好那你刚刚讲的还是单立公司 单立公司的财务结构 面对两大客户同时重伤的状况下 他本质的营运会受到严重的考验 那你刚刚还没有讲到同业虎视单单 那比方说合硕 比方说伪创力 可能还会出来抢订单 我们稍后立刻回来